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冷热街宜的小菜 看似像四席烤腹 其实不是 它是我们上海的素食井 通常在面馆里能见到做焦头用 四席烤腹是以烤风为主 配上金针菜香菇和木耳 那素食井呢是在四席烤腹的基础上 减掉一些烤腹的量 在四席烤腹的基础上 我们再加上笋 花生米也不会少 小面筋是最佳拍档 那如果你买不到小面筋就像我这样 用小小的油豆腐代替 做这道小菜没什么大讲究 只是要花些时间准备 香菇金针木耳这些都要事先泡发好 烤腹呢 烤腹呢 用手撕 把它撕成小块 我给它擦擦看 然后呢用开水煮 因为它是发酵而成的 会有酸味 然后煮好以后呢 我们要洗 洗的时候要这样一边捏一边洗 把一个碎碰起来打它 干货泡好后洗净切件 黑木耳撕撕小 如果你用的是新鲜水 那一定要在开水里煮几分钟再用 走大刀 这个金针菜呢 有一头是硬的 你要把它理齐 一刀切掉 或者你可以一根一根栽 然后一破二 这就是我们上海地方的素食锦材料 那如果你做的量少 一两顿就能吃完 不会反复热的话 你也可以放些胡萝卜片 天使颜色好看 起油锅可以多放一点油 但是不用像四季烤夫那么多 火开大 不用等油热 全部下 除了金针菜 花生米 花生米如果是熟的话 你可以选择碗一些放 大火炒到它热气腾腾 我们加半碗水 大火煮开 再焖十来分钟 中间你可以翻一翻 以防它粘底 开盖后 就把金针菇放下 金针菇因为太早放 容易煮烂 这时候你要看下面水有多少 那如果水多的话 那如果水多的话呢 我们就放老抽 上色 放盐调味 那如果水少的话呢 我们可以放生抽 放点生抽 水水的 代气盐 然后再一点点老抽上色 那厨房里好也是千变万化的 你做熟了就能熟能生巧 我是只放了老抽 所以要放盐 再放糖 拿一块烤腹出来尝尝味道 是不是你们家的口味 然后我们开大火 收干一些汤汁 就可以起锅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